巴斯德是19世纪法国最著名的化学家和微生物学家之一 他对微生物的执着研究至今还造福着我们的生活 巴斯德发现了酿酒过程中微生物的决定性作用 我们在超市里买到的很多新鲜牛奶 都还是用他当年发明的巴氏杀菌法进行保鲜处理的 巴斯德是细菌学的鼻祖 他努力劝告当时的医生做手术要洗手和消毒 因为当时的医生经常会在划开病人的肚子之前 把手术刀在自己的脏抹布上擦一下 他证明了微生物是多种疾病的元凶 巴斯德征服狂犬病的故事完全可以拍成一部电影 巴斯德的伟大在今天尤为出现 他提出的用低毒性的活病毒制成疫苗 进行疾病治疗和预防的方法被称为巴斯德免疫法 当年他的对手是面目猙獰的狂犬病毒 今天人们制造疫苗 对抗这个带着邪恶王冠的可怕又强悍的对手 巴斯德先生将带领我们在整个生物学世界中穿越 共同领略古生物的演进 动植物的生存竞争 微生物小身体里蕴藏的巨大威力 医学对人类生命延续的贡献 以及基因科学的无限前景 有请生物学超级大咖 路易巴斯德 这是地球在正常不过的一个瞬间 一只身长一毫米的水熊虫 正在喜马拉雅山脚觅食 它们是地球上生命力最顽强的虫子 甚至可以在太空环境下存活 几株球果甲沙金兰 正在警惕草丛里的僵尸 一只拉布拉多猎犬 正在寻找它故意藏起来的主人 巨氏细胞正在一口口吞下 入侵人体的细菌 巨大的马门西龙骨骼标本 俯视着渺小的观众 顽皮的人类神兽 此时正在聚精会神的上课 人体内脏标本 静静地展现着造物的神奇 以上这些只是系统庞杂 分支学科众多的生物学 所关注的很小很小 很小很小的一部分 让我们来一次生物学世界的大穿越吧 带领我们出发的就是他 会发面能量酒 喊你回家打疫苗的巴斯德 巴斯德先生将带领我们见证 生命演技的过程 以及人类对生物学认知的 重要历史时刻 大约40亿年前 地球诞生不久的日子 当时地球表面如同烈狱 大气中充斥着氨气 甲烷和硫化氢 氧气不存在的 生命又是如何从蛮荒中诞生的呢 生命是物质的 它其实就是由地球上已经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元素 这些原子组成的 因为从本质上来讲 你看到的什么呢 都是碳 氮 氧 氧 无非就是这些化学元素 但是这些化学元素 重新排列组合以后 搭建出来的一个构架 它最后其实就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架构 纯粹是一个在自然界中的各种几率事件 然后汇聚到一起所发生的 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比如说像我们说的火山热泉 因为在这个热泉附近它是有着非常高的温度的 那么这样的高的温度就能促使一些平常不容易发生的化学反应会发生 在海洋深处可能是海底火山喷发口的附近 由宇宙大爆炸带给地球的几种元素 氢 氧 碳 氮 一点点流和磷 神奇并且不可理解的形成了地球上第一个生命 单细胞缘和生物 只有一个细胞构成的 没有明确细胞核的最最简单的生命体 比如说什么细菌啊 什么蓝藻啊 也叫蓝细菌啊 还有像胰原体 植原体等等 这些的话呢 它在满整细胞核都没有 但是这些东西呢 它就是生命的一个雏形 就最原始的状态 它就在这里存在了 在地球形成至今一半时间内 二十多亿年间 这些最简单的生命 始终是地球上最高级的生物 他们经历了35亿年前 藻类制造的第一次大氧化事件 生命本已跃跃欲试 但长达数亿年的修伦冰河期不期而至 整个地球成为一颗冰球 生命的火种在海底蛰伏 直到地球再次变暖 火山爆发形成的矿物质流入海底 生命喷勃而发 在距离23至18亿年前 真核生物诞生了 它们的细胞核和细胞器外都包裹着一层膜 因而可以进行更加复杂的生命活动 生命仍在缓慢而又顽强地延续 几亿年过去了 根据科学家推测 在距今5.75亿年前 发生了一次生命体的大爆发 这被称为阿瓦隆大爆发 多细胞生命诞生了 多细胞生物 它们彼此细胞之间 它们是有联系的 彼此之间会发信号 由这个细胞发给另一个细胞 它们一起配合去完成一个 比如进食或者消化的这么一个功能 而且它们是有功能分工 比如这个细胞 这些细胞负责取食 这些细胞负责消化 但最后这些能量 是所有细胞共享的 单细胞生物 它们一个细胞自己就是一个生命 它不跟任何生物 去共享自己的生存自由 也不进行任何的分工 埃迪卡拉基生物 是生命像多细胞演化的先锋 它们中有很多像植物叶片一样 静静躺或站在海底 因为不会进行光合作用 所以它们不是植物 而是动物家族的一员 埃迪卡拉基生物神秘地消失了 更加神秘的是 3000万年后 地球迎来了寒武剂大爆发 距今5.3亿年前 海洋中突然出现了大量无脊椎动物 几千万年间 今天地球生命几乎所有的门类 都已演化成型 而在寒武剂之后 我们现在知道了 包括节肢动物 转体动物 包括脊皮动物 就是海星这类的 宛族动物 包括苔藓动物 都从地球上出现 而且很多生物中出现非常奇特的构造 比如有动物叫奇虾 大的能甚至达到一米到两米 这是非常一个庞大的节肢动物 怪弹虫 它身体一边长着足 一边长着刺 生物学家花了好长时间 才知道到底哪边是刺 哪边是脚 然后还发现最早脊椎动物 也在那时候出现了 身长只有3到4厘米的海口鱼 却是生命进化史上的巨人 它并不是在海南被发现的 而是在中国云南昆明的海口地区 它是第一种具有软骨形脊椎骨的动物 也是今天所有脊椎动物 包括我们人类的祖先 4.25亿年前 一些苔藓和蕨类的亲属 在陆地存活下来 3.6亿年前 种子植物出现 大约1.2亿年前 开花植物开始绽放它们的花蕾 在花朵出现之前 动物和植物之间 它只有一个关系 就是吃和被吃 但是花朵出现之后 动物发现 我还可以通过这个沉默花粉 来获得一些好处 植物也发现 我给动物一些好处 能够更精准的把我的花粉投递到 想要去的地方 这种极大的提升了 它的这种繁殖的效率 这种特征就很快 在我们的地球上就传播开来了 到今天为止 我们看到的植物界 绝大部分的构成的 那都变成了开花植物 或者叫被子植物 节肢动物们登上陆地 最早的一种 是今天蜈蜈蜈或者蜘蛛的亲戚 今天我们看到这些吓人的毒虫史 在恐惧中也要带着一些虫镜 接着是昆虫 然后肉骑鱼顽强地登上陆地 两棲动物出现了 等它开始长肉了 这意味着什么 它能够为它后来四肢 能够支撑身体 发生一个变化 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 是大家都知道 鱼是用塞来呼吸 两边的塞来呼吸 但是它的这种基因的突变 可能让它产生 能够帮助它呼吸的其他的器官 才会出现真正意义的 登陆的这些两棲动 因为有一个分支就向陆地上发展 形成了今天的蛙 熔园 蝉蛛 所谓的娃娃鱼 大尼亚 尼亚这些东西 两棲动物一部分进化为爬行动物 它们彻底离开了海洋 生命就像打不死的小强 与地球和宇宙 在长达数十亿年间 展开了顽强的压制与反压制斗争 寒武纪以来 一共发生了五次恐怖的 全球生物种类大灭绝 每次都至少是70%的生物 彻底消失 然而每次大灭绝 又给了新物种一机会 2.3亿年之前 恐龙出现 并开始了长达1亿7千万点 对地球的统治 在恐龙称霸的时代 早期的哺乳动物和鸟类 在默默进化 在又一次大灭绝之后 这颗蓝色星球 结束了恐龙的统治 并由人类 起今为止最为高级和智慧的 灵长木哺乳动物 彻底接惯 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 出现在大约十多万年前 可以说 人类就是伴随着 对整个生物世界的探索 和了解产生的 人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 通过采集和狩猎 过着不错的生活 大自然提供了 丰富的可食用植物 比其他野兽更发达的大脑 帮助人们 获得大量动物的肉和皮毛 在采集的过程中 人类的先祖 发现了很多奇异的植物 有些可以用来冲击 甚至可以阵痛 解决失眠和便秘的问题 而有些则可以让人痛苦 甚至死亡 白柳皮可以退烧 湿草可以解毒 这两种植物 在中国和欧洲 都有悠久的种植史 死于五千年前的兵人奥兹 身上带着一种画木多孔菌 这是一种可食用的散菌 可以用作血药 天然植物药物 在人类数万年 对抗疾病的战斗中 充当了英勇的战士 在中国 草药学被连绵不断的文明 代代延续 直到今天 很多现代医药中的药物 仍然属于植物的衍生物 比如阵痛的阿斯匹林 用于眼科检查的阿托品 治疗疟疾的奎宁 治疗痛风的秋水仙碱 治疗癌症的紫山唇 以及中国科学家发现的青耗素 对动物的了解和利用 古人也从来没闲着 中国西周著作周理中 就有六处的记载 这就是马 牛 羊 鸡 狗 猪 这六种动物的驯化 在全世界普及开来 它们的被驯化时间 距今都超过了一万年 人类在与其他生物的共存中 也对自然越来越感兴趣 在中国河南林乳出土的 一个距今六千年的淘气上 绘制着灌鸟咸鱼的土画 这可能是一种部落征服的象征 而这幅太阳植物图 出现在三千年前的甘肃新店文化 当时的人们已经对阳光与植物的关系 有了相当清晰的认知 这次我们来到古希腊 那位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 亚里士多德先生 是的 没错 对于生物学也是一位宗师 可以说古希腊生物学 就是亚里士多德创立的 它存世的稿件中 有三分之一都是生物学主题 他写过动物史 动物的结构 动物运动 动物之生殖 看得出他对动物情有独钟 亚里士多德研究过五百多种动物 自己还亲自解剖观察过五十多种 观察动植物并将它们分类 是古人在生物研究上做的最多的事情 中国的甲骨文中 和字是这样写的 就像一株下垂的核碎 而鼠字 稻字是这样写的 它们都有核字 这说明三千多年前 人们已经将这些植物归于一类 同样在甲骨文中 鹿 谜 菌 这几个字都明显很像鹿 而它们的字形又有差异 有的有脚 有的没脚 有的脚长 有的脚短 有的肚子上长有线体 有的则没有 在欧洲 分类学在十八世纪 迎来了一代宗师 当时人们已经发现了几万种动植物 但分类命名上却是一片混乱 同样的生物被叫成各种名字 而不同的生物又被起了同样的名字 而且名字冗长还什么语言都有 瑞典博物学家林奈 无法忍受这种混乱 他提出了钢木鼠种的分类方法 以及著名的双鸣命名法 每一个生物都可以按照其特征 分配到足迹向下的钢木鼠种中 比如狗就可以分类为 哺乳钢 食肉木 犬鼠 我们人类就被分到了 哺乳钢 灵长木 人鼠 人种 表面化的这样的观察 对于动植物进行分类 从亚里士多德那个时候开始 一直到19世纪 其实甚至到20世纪 始终都是这样的一个体系 站在我们今天的生物学的角度上来看 这个体系可能已经过时了 因为我们今天就发现一些 很有意思的现象 比如说像无鼠 无鼠是一种会飞的老鼠 大概你可以这么理解 而其实还有一种 与它非常类似的动物叫做蜜带巫 那么你看起来好像跟它就非常相像 也是张开四肢之后 具有一个一模 然后能够有一个滑翔的能力 那大家觉得它是不是在进化上 一定是亲缘关系很近的两个同类 但其实两者离得非常远 无鼠它其实是属于松鼠科的 而这个蜜带巫中间有个带字 大家知道它是有带类的动物 所以说它和无鼠绝对是没有什么 很近的去年关系的 那么为什么它们会长得这么像 这个其实就是趋同进化 它们在生存的过程中 找到了同样的一种方式 可能是用来逃离自己的天敌 所以说如果你仅仅凭这个外观 就去对一个动物进行这样一个分类的话 其实这个依据还是不足够的 在观察周边生命的同时 人类更关心的当然是自己 医学伴随着生老病死 伴随着草药和巫师的咒语诞生了 如同认知其他动物的方法 人类了解五脏六腑的方式便是解剖自己 大概三千年前 古埃及人已经发现了膀胱和尿道结石 这应当与解剖发现是分不开的 不过它们取出结石的方法 极其简单粗暴 那就是用力挤 甚至用嘴吸 林书经大概成熟于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 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奠基之作 在它的第三十一篇肠胃中 从嘴到大肠 人体的完整消化器官的形态 位置 长度测量的清清楚楚 第十四篇《古度》记录了三十八处人体骨骼数据 它的第十二篇《精水》中首次提出了解剖这个词 这个形象的词语沿用至今 随着文明和宗教的演进 人体解剖在全世界都成为了禁忌之事 罗马帝国时期的伟大医生盖伦 不得不关注被破坏的坟墓 那里面往往会出现暴露的人体骨骼 不过盖伦的成就 大部分是通过解剖地中海猕猴取得的 他以此为判断 系统描述了人体骨骼结构 十三世纪的中国 解剖终于获得了部分许可 抓住这个机会的 便是这位高人气大宋提刑官宋慈 宋慈是世界法医学的鼻祖 他的法医巨著《喜冤极路》 是世界最早的法医学专著 据说他一生解剖了上百具尸体 如果发现一具水中的尸体 那么这个人到底是生前溺水而亡 还是被杀后抛尸入水呢 宋慈的方法是用水从头骨顶端注入 观察鼻孔有没有泥沙流出 人如果生前溺水 一定会用鼻子吸气 从而大量枪入水底泥沙 如果死后再抛尸 鼻子里就没有泥沙了 宋慈做出惊人成就的三百多年后 年纪二十八岁的比利时医生维萨里 通过大量人体尸体解剖 出版了巨著人体构造 这是人类解剖学史上第一部完整 详细精确的著作 维萨里纠正了近千年的权威 盖伦的很多错误 他指出心脏有四个腔体 肺有两叶 血管起源于心脏而不是肝脏 他还坚定地指出 人的骨骨是直的 而不会像教会说的那样 应该像狗一样是弯曲的 时间来到公元17世纪 如果从地球寿命的维度来讲 我们这个世界开始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科学大爆发 时间来到1674年 一位民间科学家列文虎克 借助他自己高超的透镜研磨技术所制作的显微镜 观察到了一个前所未见的微观世界 他看到了单细胞生物 看到了细菌 肌肉纤维 鲑鱼的红血球细胞核和各种生物的精子 列文虎克是微生物学的奠基人 时间前进到1859年 查尔斯达尔文发表了生物学史上里程碑式的物种起源 生命进化学说 从此指导人类重新看待生命的眼镜 时钟向回微调来到1822年 这一年 法国东部的多勒市与奥地利的海因侧道夫村 分别出生了一个婴儿 1856年 法国出生的婴儿路易巴斯德 是的 就是我们的主人公巴斯德先生 证明了发酵过程中微生物的重要作用 还是在1856年 奥地利出生的婴儿孟德尔 开始了长达八年对两万多株豌豆的精细观察和总结 孟德尔最终发现了生物遗传的基本规律 在当时 这是相当于让20世纪80年代的人 用手机扫描二维码一样的超越时代的理论 由于孟德尔的理论太过超前 导致这个成果居然在科学界沉寂多年 无人理会 时钟前进到1900年 奇迹发生了 在两年内 先后有五位不同领域的科学家 不约而同地重新发现了孟德尔开创性的研究 遗传学终于翻开了新的遗验 1910年 美国生物学家摩尔根通过著名的果蠅实验 提出了染色体遗传学术 让基因这个名词凸显于生物学史册之中 1944年 美国细菌学家埃弗里证明 脱氧核糖核酸 也就是DNA 是生命遗传信息的核心携带者 1953年 美国科学家沃森和英国科学家克里克 共同发现了DNA双螺旋结构 2003年 人类基因图谱基本完成 人类对生命的探究 在向着更微观 更本圆的方向迈进 好了 巴斯德先生穿越古今 现在已经筋疲力尽了 他很想舒服地坐下来 喝一杯没有乳酸杆菌打扰的葡萄酒 好好休息一下 不过实际情况是 巴斯德马上就要出发 再次前往诞生不久后的地球 就会来看起来 Caroline 做个楼 我可以提醒你 好想做 就会准备了 都会介绍一下 自己已经守服 생股